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之际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近日接受中心社 中国焦点面对面栏目专访时表示 过去的40年间 香港是深圳翻遍覆地变化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作为特区行政长官 一定会将深港合作带上新台阶 积极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 14日在深圳市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在大会发表讲话 赴深圳参会的林郑月娥说 习近平的讲话中有两个词语 让他印象最为深刻 我坐在台上听习主席的说话 我最深刻的是两个词语 一个是坚持 一个是改革 我相信在40年前 那是国家改革开放没多久 在一个边陲的小镇 要搞一个特区 肯定是有很多的反对 所以当时我觉得领导 肯定是要有一份坚持 那么40年过后 所有的人都见到深圳 是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发展 也是制造了一个世界经济的奇迹 所以在这一刻还是要坚持 对的事情走对了路就要坚持 放在香港来说 这两个字对我的影响也是非常深刻的 过去一年多香港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所以还是要坚定还是要坚持这个一国两制的贯彻的落实 还要坚持我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部分 还是要坚持维护国家安全 所以我觉得坚持是很重要的 林郑月娥坦言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 如果不改革就很容易失去竞争力 未来会不断检视香港的每一项制度 体系和政策把握改革机遇 改革的路可能是不容易走 但是还要走下去 因为你不改革 在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 就很容易失去了你的竞争力 你的独特的优势 对于香港这个也是对的 我现在看到香港未来的经济的发展 其实在这一段时间 应该更把握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带来给我们的可以改革的机遇 一条深圳河 两岸比亦非 林郑月娥谈到 深圳改革开放的40年间 香港一直是积极参与者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之初 许多港商纷纷投资设厂 不仅带动了深圳的发展 也为香港企业所面临的土地和人力资源问题 提供了解决方案 但深圳有一定发展 香港又在引进来和走出去方面 扮演了重要的联系人角色 要看未来 在发展创新科技的道路上 两地一定可以实现优势互补 现在在科技创新 香港的优势就由于我们有很好的高等院校 有很好的科研的能力 但是由于我们已经基本上没有制造业 所以这个科研的转化 这个商业化就要靠深圳的先进的制造业 但是最重要两地的互补就是一国两制 我们是在一个国家里边 所以中央给我们支持 两地的合作就更有重力 但是我们又保留了香港在本身的制度 好像是我们的法律制度 我们科研的能力 我们跟国际的借轨 我们在基本法下受到保障的 一个资金的自由的流动 货币的方面 这个也是可以为深圳进一步的发展 提供很好的动力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 一是林郑月娥走上公仆生涯的第40年 出任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期间 林郑月娥已经开始关注 深港边境区的发展 积极推动连堂乡远维口岸跨境基建项目 以及洛马州核桃区的规划建设 他强调 如今自己作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 一定会把深港合作推上新台阶 我当了公务 今年是40年 跟深圳特区一样 所以每一次看到 我有参与的项目能圆满完成 都是一份很大的满足感 尤其是这些工作对老百姓是有利的 我现在是特区的行政长官 我可以影响的推动的范围 远远比一个发展局局长要宽 所以我希望往后在科技创新 在文化艺术 在青年的交流 都能够把深港合作 推到一个新的台阶上面 李正月娥谈到 近年来自己走访了很多内地一二线城市 经常被告知香港是当地最大的外资来源地 许多香港企业家以先行者的角色进入内地 见证了内地的发展变化 展望未来 他认为香港应继续发挥自身优势 融入国家推动的国内国外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之中 为内地企业走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大桥铺路 总的来说 我觉得内地现在由于疫情之后 是全世界一个主要经济体 还有一个增长 就等于是香港是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怎么用好我们独特的优势 怎么更好的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也是我未来的工作的重点